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管期限限定一年 接管理由是这些机构存在着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 据业内人士统计 被接管的这9家金融机构 总资产规模已经远远超过1万亿人民币 接管在当今中国的意思 其实就是没收充公 被截收了 一个数万亿规模的民营集团 就这样被接管了 数万亿的财产换了主人 明天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肖建华 已经被扣押了三年多了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吃惊 但是消息传出后 还是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明天集团昨天竟然发表了一个声明 对有关当局的这个决定表示不能接受 只是 这种罕见的公开指责有关当局的言论 很快就遭到了全网的清除和屏蔽 明天集团的声明开头便提到 自2017年年初 肖建华被返回大陆之后 明天集团始终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 坚决执行相关部门和监管部门的指示 积极处置各类机构和资产 全力保持各机构经营稳定 截止到目前 在没有动用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 没有发生一起涉及老百姓的违约事件 没有任何机构出现流动性风险 无群体性事件 这个声明特别提到 在贴身监管勒脖子的情况下 各机构实际上依然正常发展 却被悍然宣布全面接管 这用意何在呢 明天集团的声明告诉外界 他们的公司运营很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 有关当局强行剥夺了 他们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权利 这显然很不正常 这近乎于明火执杖的进行抢劫 明天集团发出这样的声明 意味着他们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没有什么结果 比这个更加糟糕 明天集团为了表示他们 这是在正大光明的做事 没有其他的政治意涵 他们特地表示 将向有关部门进行实名举报 明天集团被公开抢劫 这无疑是具有新时代特色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 明天集团这至少是近年来 第二个被接管的超级民营企业了 明天集团被接管事件 不禁让人想起了 发生在去年的安邦集团被接管事件 安邦集团的董事长 总经理吴小辉 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这样的背景 让安邦集团得到了超长的发展 仅仅几年的时间 安邦集团的总资产 就超过了1万亿 据吴小辉自己的说法 即使到2016年 安邦集团的总资产 达到了1.45万亿 也在这一年 明天集团实际控制的资产 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 后来 安邦因为违反法规而被接管 吴小辉也遭到了审判 事发后 安邦集团被彻底消失 吴小辉的850亿的个人资产 被罚没 从安邦集团的结局 就可以想到明天集团 和肖建华的下场 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 任何一个成功的资本家 和企业家 他们背后 都一定有某些权贵在支撑 甚至是 这些企业家 根本就是那些权贵们 崛起利益的白手套 这些企业家和中共的权贵们 都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网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 2015年发生的那起 规模巨大的股灾 几十万亿市值被蒸发 是一次中共内部 针对习近平的金融政变 从明天系的掌门人 肖建华 到安邦集团的吴小辉 据说都参与了这场经济政变 这也被认为 是他们后来遭到清算的原因 今天看来 这个说法 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这个肖建华 也算是个传奇人物了 他出生在山东农村 父亲是一名初中老师 15岁考入北京大学 18岁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27岁成为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30岁掌控了四家上市公司 他于1999年创建了明天控股集团 通过十余年的时间发展 成为横跨金融 实业 地产 通讯服务 能源 互联网 等多个领域的巨型控股集团 可以肯定 肖建华成功的背后 一定有不少权贵的影子 据报道 肖建华非常善于结交政界的权贵 他有一句口头禅 每个人都有价码 北京每个蔡子党都有价码 他报道说 肖建华充当过戴相龙家族 李兰青家族 贾庆林家族 曾庆红家族 温家宝家族 乃至习近平家族的白手套 这么多的权贵 利用肖建华做白手套 这也足以说明 肖建华确实有过人之处 红色权贵有权力 有信息 但是他们缺乏专业知识 缺乏能力 他们也确实需要一个精明的资本家 来做经纪人 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肖建华无疑 就是这样一个精明的资本家 有报道说 肖建华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走向 他的判断非常精准 李嘉诚有一次和肖建华会面时 都曾经提出 希望看一看肖建华曾经写过的 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 只不过 在中国 肖建华最多只是一个 善于和政治人物打交道的资本家 而算不上是一个懂政治的人 肖建华自己也说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不太参与政治 这可能是一句实话 有消息说 肖建华 2014年的6月 就因为某些案子 而逃到了香港 就住在了香港著名的四季酒店 为了安全起见 平时肖建华很少公开露面 而且身边总是有多个保镖跟随 在那里还住着一批 因为各种原因 从内地逃出的富豪 因为他们终日关注内地的时局 巧手北望 等待归期 好继续他们自己的财富故事 因而 这个地方 也被他们称作望北楼 从那以后 肖建华就在香港 控制和指挥 他国内的生意 2015年发生的所谓金融政变的时候 肖建华就在香港 我们知道 习近平是在2012年的年末上台的 2015年的时候 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 狂妄到了不可一世的程度 在2015年5月的一天 习近平来到杭州视察 在一个非正式场合 一名女记者 用玩笑口吻说 他是专制炒股的 习近平随后回答了一句 炒股好啊 很快交到一万点了 习近平的这句话 在国内的证券界 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胡温时期 股票市长的最高点 只有6100点左右 现在只有3500点 实际上 早在2014年的年底 就有舆论 习近平时代的股市 必然要超过 胡温时代的最高点 最高要看到 一万点 这个论调 已经沸沸扬扬 习近平当局 一直在推出各种的利好信息 制造一个牛市 事实上 中国的股市 本来就是政治股 行情总是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而且中国的股市实质是投机 而不是投资 习近平的这个信号 无疑刺激了股市大幅上涨 并带动了大批民众和巨额资金 投入到了股票市场 而股市这种非理性的上涨 已经脱离了基本面 跌回正常价位 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但是这一点 一般人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尤其是被习近平以忽悠 就更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这个疯狂的状态 给那些金融大鳄 提供了巨大的做空的空间 既然股市注定会下跌 他们当然会在股市的最高点 率先开始抛售自己的股票 结果导致股市开始迅速的下跌 而操纵了这场股债的金融大鳄们 大约卷走了高达30万亿的资金 对于资本家来说 追逐最大利益乃是他们的本性 尤其是像肖建华 吴小晖这样精明的资本家 他们怎能放过傻子制造的 这个发财的机会呢 然而股市的状态 事关党国的形象 习近平当局根本不能接受股市的跌落 为了阻止股市的跌落 习近平当局投入了上万亿的天量资金脱市 结果依然还是无法阻止股市的下跌 最终只得暴力救市 以公安机关抓人的方式来处理股市的问题 创造了世界股票市场上的一个奇迹 当时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时报 刊发了题目为 打击恶意做空 刻薄容缓的文章 为暴力救市制造舆论 而新浪财经的文章 控方最疯狂的阶段过去 静待市场底出现 则直接向股民喊话 炒股一定要跟着党走 一定要听党的话 这场历史上罕见的股灾 以及暴力救市 都让习近平大失延免 而数千万的普通股民 则是损失惨重 对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有人因此怀疑 这是一次金融政变 其实那个时候 太子党和红二代 还对习近平抱有极大的期待 大批的红色权贵 卷入政变 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肖建华 吴小辉这些人不识实物 只想着发财是真的 如果说他们想进行政变 恐怕是高估了他们的志向和胆量 甚至可以推断 肖建华 吴小辉这些人 他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这场罕见的骨灾 是习近平上台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挫败 他们的行为 已经大大的得罪了习近平 特别是他们呼风唤雨的能力 更是让他们成为了 习近平的心腹之患 至于肖建华 尤其缺乏政治敏感性 在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员 被绑架回大陆的事情发生之后 他就应该立刻离开香港 然而 他一直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依然在香港平安度日 这个事实足以说明 他们绝对没有政变的想法 更没有政变失败后的恐惧 否则 他们早就会远离中国 对于肖建华来说 他可能过于相信自己 在中共高层的关系的 毕竟他曾经做过 多个中共巨头家族的白手套 显然 此人是金融天才 却缺乏政治高度 为了经济利益 让股市剧烈下跌 而破坏了政治形势 让习近平在世人面前出丑 习近平 他能不记恨在心吗 肖建华只知道习近平的蛮憾低能 而忽略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敏感 以及维护他权力时的心狠手辣 尤其是低估了习近平的无法无天 2017年的1月27日 除夕之夜 在人们都忙着过年的时候 肖建华在四季酒店被人蒙住头 用轮椅推走了 不少香港人都认为肖建华被中国特工所绑架 押回了中国大陆 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撼 特别是香港的政商两界都惊恶不已 为了掩饰人耳目 随后有人以肖建华的名义发出声明 表示自己没有被绑架 还宣称 本人认为中国政府是文明法治的政府 更宣称自己爱党爱国 声明还提到自己目前在国外养病 疗程结识后便会公开露面 然而三年多过去了 肖建华至今音讯全无 有消息说 肖建华被扣留在上海 由中共的军方勘押 无论如何 肖建华是凶多吉少 最关键的是 他知道太多的秘密 网上有个说法 肖建华死在监狱里不是新闻 能活着走出监狱才是新闻 想必大家不会忘记 五年前 一位和肖建华同岁的富豪 前大连石德集团 石德俱乐部的董事长徐明 不知道因为什么罪名而入狱 在距离初疫前不久的时候 突然死亡 并被迅速火化 徐明的朋友们 对这个消息都倍感意外 著名法学教授贺卫芳 发表了一条题为 活得张扬 判得诡异 死得神秘的微博 他写道 经文他突如其来的死讯 好生奇怪 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受过审判 有无律师不知道 涉嫌罪名不知道 哪家法院审判不知道 判清判重不知道 是否上诉不知道 哪个监狱服刑不知道 悲乎 在中共的统治下 富豪们很难全身而退 很难善终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他们对中共缺乏真正的了解 他们总是过高的估计 他们自己的精明 而低估了中共政客们的 阴险和毒辣 事实一再证明 在中共的统治下 再精明的资本家 也斗不过弱智的政客 在独裁政权面前 有多少经济资本 都完全不是对手 特别是 当你的资本足以呼风唤雨的时候 你被中共消灭的日子 也就到了 近来 中共的日子已经非常的难过 贸易战还没有结束 疫情又来了 导致经济形势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地方和中央的财政都极为紧张 夺取明天集团的全部财产 已经到了急不可待的时候 有报道说 明天集团已经有不少的金融资产 被低调的转手了 接管方有不少是地方政府和国资背景的企业 就这点来说 明天集团被接管 不是因为他有问题 而是因为他拥有了太多优良的资产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